台积电法说会后 10月下旬还有许多大型的科技股财报登场 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 有何重要消息要抢先之道 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DJ有事吗 教官类先谈美股 根据美股金融大叔Berry表示 下周其实在总金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 10月下半旬到11月第一周都是看科技股财报的脸色 如果没有太差 美股表现应该就会风平浪静 但他也提到美股从8月开始风格转换很明显 道琼和S&P500一路创高 是主要的推升股市力道的来源 他预料这样的风格转换会持续 科技股如果有好的财报就会跟涨 如果不好资金也不会退 会转到降息受惠公共事业股 或是低息息防御型的标的 短期美股涨跌相对有限 接下来就要聚焦11月第一周的关键时间点 包括大型股的财报 总统大选以及FOMC会议陆续登场 所以短期应该是观望氛围浓厚的一周 主要看大型科技股的财报 11月初美股走势会更有方向 但他也建议投资人 美股从现在看到年底 若无其他重大利空 相对有拉回应该都是买点 主因美国大选后 股市上涨几率超过8成的历史经验 以及11月通常是美股一年当中表现最好的月份 投资人可以找适当时机入场 在半导体族群 10月22日利基电法术会登场 近期利基电有一个新闻焦点 即是与日本SBI控股公司解除半导体合作 SBI控股公司社长北伟其校 也在个人脸书大骂利基电不诚实 还引用论语 无信不利形容 大叹利基电不可思议 利基电则回应此案为FABIP模式 利基电提供现场顾问 人员培训及技术移转 向日方收取服务费权利金 并无入股主导新厂营运的计划 SBI有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设厂补助 但依政策规定 或补助厂商需要保证新厂连续量产10年 但金融业出身的SBI并无半导体产业经验 最后双方合作告终 并引发SBI的社长不满 例基电已经预告 董事长黄崇仁将在下周法说会上 亲上火线说明 另外下周10月22日 MCU厂商圣群有一个年度新品发表会 除了会发表数款直流无刷马达AC外 圣群先前已经释出 要切入伺服器风扇产品 预料也会展出 至于营运展望的部分 传统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是MCU淡季 且消费性电子需求尚未明显回温 估本期仍会有淡季效应 在其他电子股的部分 10月21日 联强将举办全球营运总部 启用媒体查序 展望下半年随着消费市场回温 品牌陆续推出新款AIPC 渴望刺激买气 公司乐观看待下半年试况 半导体部分因为厂商积极备货 下半年也维持成长 另外联强在印度代理手机品牌 下半年海外市场营收将会超越上半年 目标全年营收季季增 每季都突破千亿 全年创新高记录 下周10月23至25日 则有台湾电路板产业国际展览会 将会有印刷电路板及上游材料 设备厂商参展 在材料厂的部分 包括铜箔机板三雄台光电 联帽 台药 以及铜箔厂京剧都会参展 设备商则包括训德 群艺 制胜 油田等厂商 预料在AI需求带动下 高频高速材料 以及设备厂迎PCB的景气回温 以及卡位半导体先进封装市场的进度 将会是关注焦点 另外10月22日 将有一个台湾工具机器 零组建工业统业工会的会员大会 工会成员包括上银 陈泰 雅威 龙泽科 百德等 预料有机会针对明年景气的展望释出看法 在车市部分 三阳子公司南阳实业代理的现代汽车 下周将举办旗下车款CNAFE大改款上市 CNAFE为小型SUV收旅车 这次推出的是油电SUV 记者会预估将会说明今年的销售执行目标 达成状况和明年的车市展望 以及在油电车与传统油车的占比变化 一般预估台湾今年车市规模约在45万的水准 现代汽车在小型乘用车市场居前五名的地位 国内第三大饲料厂商冒生农金 下周将召开法说会 今年黄小玉价格相对稳定 毛利率回到常态 但也因为饲料价格调降 以及勤处饲养量平稳 前三季营收为小幅年检 但整体下半年营运可望优于上半年 在航空股 下周10月21日长龙航将与Airbus 有一个诉求永续航空的联合记者会 预料将共同宣传空8A350的省油优势 尤其是新世代航空运用较多的复合材料 减轻机身的重量 可以达到较好的燃油效能 以及发动机的技术改革 达到更多的减碳效益 预料记者会将会释出双方更多的合作愿景 另外下周也可留意 波音的财报以及法说会 将说明波音罢工对交际进度的影响 资讯整合服务厂商凌群 将会在10月23号召开记者会 主要是公司将发表自主研发的 智慧电脑人 以及与音叶达合作开发智慧家庭方案 凌群的智慧电脑人AI解决方案 采用微软最新技术AO AI CHAP GPT 语义搜寻以及Azure服务 也应用的场域包括在医院 工部门以及家乐福的智能食谱 支援云端以及公司自行开发的落地向量资料库 在消费零售市场双十一将至 下周富邦梅某某将有一个双十一开跑的记者会 总经理股袁宏会出席 富邦梅今年前9月累计营收790.9亿元 年增3.5% 第四季为传统旺季 营收可望既增 新贵股火星生计将与直播天后李明山 共创丢丢妹保健品牌 下周将举办产品上市发表会 另外下周也有蛮多档的IPO的新股要介绍给大家 10月22日有光束火箭 股票代号是7782的新贵前法术会 这也是台湾第一家IPO的香水品牌 光束火箭专注在香氛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产品涵盖男女香水 扩香 洗目用品等多种品项 除了线上通路外 也在全台开设18家植音门市 以及搭配数十个经销据点 下周10月23日则有三商餐饮 股票代号7705的上市前夜期发表会 三商餐饮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是以三商巧福牛肉面起家 其家也有三商巧福 拿玻璃 福顺亭 三商鲜舞动 品川兰 虎记饺子 等十大餐饮品牌 总变数超过400家 于今年底前挂牌上市 10月24日则有资讯整合服务厂商人大资讯 股票代号7767的新贵前法说 人大资讯提供资讯软硬体销售 为运与IT权委外服务 往来包括金融业 定性业 生计医疗 制造业等数百家客户 近几年将深层式AI结合大数据 广泛应用与金融各项业务 今年推出AI净值调查解决方案 经命书 可协助银行客户大幅节省贷款前 中后等人工审核时间 人大资讯2023年的营收20.87亿元 年成长幅度是5.19% EPS为4.16元 生计股下周还有奥梦亚 股票代号7776将登陆新贵 奥梦亚号称是第一家做 GLP-1减肥增剂转用口服的厂商 大股东包括成德药厂等 因为GLP-1改口服会提高用药的便利性 将是未来趋势 法术会投资人将会关注它的技术优势 临床进度与授权等项目 预计10月25日登陆新贵 另外下周还有保健品厂商大延生衣 股票代号7780的新贵前法说 大延生衣旗下拥有鱼油 叶黄素 益生菌等保健产品 去年获利为1.6亿元 预计10月24日登陆新贵 在热门族群的部分 则挑出LED以及PCB设备产业 在LED产业的部分 据线上记者表示 LED部分厂商市场已经有看到 市况有回温 主要是车用以及专业照明的市场 在各股部分涨幅较大的为耐创科技以及光虹 耐创公司公司的巨量转移 设备销售自第四季开始移入营运 全年利品转亏为盈 目前产能利用率均在八成以上 公司正在考虑扩大产能 预计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会开始布局 光虹主要业务为LED 累晶片以及金粒的制造 近期受惠于三星电子传出关闭 LED厂销席以及累晶产品 搭上细光子题材 股价表现强劲 而在PCB设备产业主要是反映在 COAS热潮下PCB厂商 抢进半导体市场的布局 部分厂商包括川宝 杨博 科教也开始跟进上涨 以科教来说 据线上记者表示 科教近年透过与加登合作 将核心技术转型到半导体 进一步布局高阶封装所用的精密载版领域 全自动多功能晶圆载具清洗设备 去年8月完成客户验证合格 并顺利出货至美国 半导体营收可望组练升温 也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DJ有事吗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